上星期被黑客勒索攻擊的美國運油管公司 終於在昨晚5時左右 當地時間開始重新運油 有人說根據Bunberg那邊說 他付出了500萬美元的贖金 黑客給了一個軟件給他解鎖 但是解鎖已經行得很慢 所以要搞到昨晚才可以密密續續 恢復燃油供應 這個消息中說 這間公司在被勒索後幾個小時 已經用Bitcoin付了贖金 不過解鎖成最好賣 結果仍然搞出一件大件事 美國那邊認為 這是來自俄羅斯那邊的黑客 不過與普京沒有關係 即是想與普京釐清關係 以便 遲些希望拜登與普京可以見面 事實上是不是 我當然不知道 但從這裏看見 美國其實 他自己本身 一個這樣的勒索事件 就搞到變成 差不多是一個公共的危機 出現過 油站沒有供應 大排長龍 也有搶購石油的危機出現 換句話說 他自己本身的國家的 所謂的 所謂的 受到衝擊之後 能夠反彈的能力 是非常之弱的 有評論人說 這是否美國人 拆喊足拆 是否自己人搞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 目前來說 我們知道 美國東岸那邊的油 應該陸陸續續 就恢復供應了 希望其他國家也好 吸水教訓 這些重要的國家資源 是必須保護好的 如果受到黑客攻擊 其實影響非常之大